大家好,又是我秉昌老师的这个时间啦 那么之前呢,在前一集我们有讲到关于就是这个属属的这个 生肖在2019年的整体的运势 那么今天呢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关于接下来我相信很多人如果会算12生肖来讲 就知道第二个就是牛嘛,生肖牛 那么在生肖牛进入2019年这个几亥猪年的时候呢 会有怎么样子的运势呢 那么首先我们要给大家知道 就是在这个生肖来讲的话 2019年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吉星和雄星入宫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讲说 在2019年属牛的朋友来讲的话呢 那么他会有这个吉星关于堂福 那么什么是堂福呢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雄星呢就会比较多 雄星就会有四颗雄星 那么一颗呢就是上门,地上,包围,还有这个飞连 那么在鼠牛的朋友呢 弯入2019年几亥年的时候 鼠牛的人与太岁并无形也并无刻 也就是说跟太岁没有关系到 在照理来讲的话 应该是告别会暗的这个年份 好,运势呢就会比较好一些 但是哦,在2019年属牛的朋友的命格中 运势之中呢,就只有一颗福星给照顾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堂福 那么堂福呢,虽然它是可以吹旺事业 但是缺少更多的吉星的噪音呢 又会受到四颗重吉星的干扰来讲的话呢 难免呢,很难抵探这个负能量 运势呢,难免会比较反复,比较多变 所以要注意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 要注意呢,这个财政的失衡和损伤的事故 车祸疾病,自由 这些都是要多多的当代,多多的去注意 那么今年在做事方面来讲的话呢 鼠牛的朋友呢,要多谨慎 多谨慎,防止被拖累的情形出现 尤其是面对新年的挑战的时候 鼠牛的朋友恐怕呢,心力,经历都会比较交税 首当其中呢,就是健康的运势 飞连,包围,山门,地上 这四颗的凶星来讲的话呢 取迹的时候呢,烧不住物呢 就会有这个病灾的这个长生 那么凶星飞连是代表什么呢 当凶星飞连入命的时候 就代表鼠牛的人比较容易遭遇飞来横祸 就好像飞来的镰刀这样子的意思 例如高空抛物砸伤啊 或者是这些力气啊,挫伤等等 就是切东西的时候要多注意啊 用刀方面的时候要多注意 那么再下来我们再讲解的另外一颗凶星呢 就是包围 那么包围呢,主要呢就是 呃,带来的就是精神的这个疾病 就像我们刚才之前讲的 我们要多注意我们的这个经历 还有这个,呃,心力这些比较容易焦脆 那么就比较容易造成精神的疾病啊 多数就是由这个包围的这个凶星给带来的 会有失去比较不明的情况出现 那么也就是讲说很担忧,很担心,很紧张,很压力,很压迫 啊,这些情形的出现 那么凶星上门和地上呢 这两颗呢,最主要呢是主效福 也就是讲说 属牛的朋友 今年身边的亲人啊,朋友啊 有可能会有离你而去的这个情形的出现 那么其次呢 这两颗凶星呢 就会冲击的就是你的财运 受到包围地上凶星残免来讲 属牛的朋友在2019年来讲的话呢 有损处破财之项 这是一个简称损处破财 损处在古代人来讲 就是他们养的这些宠物啊 那个家畜啊 这些都是给他们生财运的 那么在古代的说法来讲 中国的悠久的历史来说的损处破财 就是讲说 你所做的东西 就会有破损 就会有人来破坏的这个情形 那么就会导致到你破财 所以呢 在这个2019年书牛的朋友来讲 财运呢就会浮浮沉沉 所以 丙方老师在这里建议呢 就是说 属牛的朋友在2019年呢 不适合去做任何的借贷 也不适合去做任何的当保人 也不适合参与任何的赌博 小赌移情 大赌呢 就会欺离至上 所以在这里呢 丙方老师 不建议大家去做任何的赌博性的东西 投资方面呢 也是要多多注意 那么如果有跟人家是合作投资呢 可能你会觉得说 我今天属牛可能我有这样情形 那么我可以跟别的生肖 可能比较旺的运势的就合起来 又或者是说三合的生肖 就合起来 那么去做这个投资呢 可以是可以 但是也是要放宽角度 你要纯面的这个方位的去思考 省时度势 那么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是牛赚到钱了 那么就记得 见好就收 切过于汤心 以免见财化水 那么最后呢 这个在牛的这个生肖呢 最后值得一提的 就是这个钓客 还有一个凶性叫钓客 是属牛今年呢 这个亚运神 亚运神 命令死心者呢 除了披麻待笑之外呢 家宅运势呢 还会有变动起腹 所以属牛的朋友们呢 在2019年的 冰箱老师 建议你们呢 尽量 就是说 小心一点 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要尽量的去调整它 说话 要好语气 那么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就会比较少 会有这些 家庭的纷争的出现 当然也可以看看 2019年 我们拍的这个 这个2019年 九宫飞行的 这个环境的摆设的 这个布局 可以去怎么看 也是可以帮助化解的 OK 那么在这个 属牛的人呢 本身呢 有时候就是 人家讲会有一些 牛脾气 在这里就是说 我们不是 一杆柱子打翻 打翻整条船 那么自然呢 有一些会有 这样子的情形 也不太上于表达 所以在这凶星的破坏 和缺乏沟通的情况之下 来讲的话呢 就有可能导致 家里面那一部 产生了一些的矛盾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你不去解释清楚 不去解决它 来讲的话呢 这个问题呢 就会越存越久 造成一个更大的情形 到时候就发生了不可 一发不可收拾了 那么 属牛的人也要小心 与邻居之间呢 的这个 关系 也会比较容易发生摩擦 凡是不要太过计较 搞好邻居的关系 对双方呢 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 更多的 关于什么年份 出生的你属牛 有什么样的运程 我们会在我们以下的这个link 你会看到有这个 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网址 你可以在那边看看 我们会在那边放上 更多的资讯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